来看看新闻网 在交大高考咨询现场 港澳地区的大学也集中涉探接受家长咨询 其火爆程度甚至超过了内地清华人大等名校 香港的这个教育这个理念 教育的环境更好 有利于小孩子成长 现在很多的家长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国外去 香港是比较折中的一个方案 全英文的教学 我觉得对孩子以后发展可能比较有利 一些对目前高校自主招生方式有看法的家长 也把目光投向港澳地区大学 这样自主招以课有很多的 其实很多的 其实家长的心态 学生的心态 在这个程度上多点少点就是受到了很大的挫伤 反正我们是寻找最公平的 最能够体现孩子的实力的地方去 记者了解到今年港澳地区不少大学 纷纷增加了内地招生名额 招生条件也很具吸引力 我们在全国的整个的招生人数是增长了 差不多30% 去年我们全国招了大概在290名左右 那今年整个全国的配额在350到400名 只要入学的同学符合我们的条件 在奖学金方面是香港城市大学非常的宽裕 港澳地区大学在热情抢生源的同时 记者注意到 内地一家知名高校 却还在收取招生减章的材料费 且不说办学水平的差距 仅对考生家长的服务意识就有在提高 记者周云 周梅报道